连接1000个贴杆粉丝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网财经 今天是2024年的6月6号周四 我们来录制今天A股的五评视频 现在是中午的11点01分 户指在上午是出现了放量的长向线 这是不是一个拐点的反弹信号呢 接下来还会再往下跌吗 同时我们来重点去聊一下中小盘股的暴跌 我们该如何去应对 再谈地面冰桩半导体酿酒这三个板块 我们先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成交量 现在11点01 两市的成交金额现在是4790亿 这个成交金额相比昨天这个时候 是放量了24% 所以今天是一个明显的放量 而预计今天全年成交呢 可能会达到8500亿的规模 昨天成交金额不到7000亿 所以这中间就多出了1500亿的一个成交 所以量能的放大意味着在这个位置 要么是出现了恐慌 要么就是有资金出现了分歧出现了买入 但从盘面各股层面上来看呢 其实很明显是市场出现了一点恐慌的情绪 是中小盘股 尤其是小盘股的暴跌 目前各股是4550下跌 跌幅超过5%的是超过了700多家 跌幅超过3%的是超过了2300家 小盘股跌得非常惨 而在植物层面上 我们看中正2000指数跌了2.8% 而在最近的这4天时间 中正2000这样一个小盘指数 它的跌幅是已经接近了10% 那么今天五评呢 我们先来去重点去聊护质 然后呢再去聊串盘值 中正2000还有客帐50 我们先去看一下上任指数啊各位 上任指数今天上午出现了放量 然后放量的话 现在是出现了一个长相性 刚才是飘红了 那么对于上任指数 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收屏视频的一个图板 那我们讲到了第一点 我主观倾向于今天周四 互指收阳性 两个原因 一个是年限支撑不该这么脆弱 第二个原因 是无量背景下的无序波动节奏 那么今天呢 到现在为止 我依然是倾向于 护质在今天周四要收阳性 好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小式黑线图 昨天收屏我们谈到 它的支撑位 在这条上升曲线位置附近 大概是在3057点位置 那么今天上午的下跌呢 最低点是跌到了3053 那其实就是跌到我们那个支撑位置附近 也就是插了四个指数点的空间 是不是 那么今天上午跌到了支撑位置 然后现在是出现了长向性 但是目前这个长向性 这样一个放量 其实够不成是一个有效的拐点反弹信号 为什么 原因第一点 就是震荡指标目前还没有出现油红 油绿变红 而且即使出现油绿变红了 那么这个红色柱也是小于昨天那个绿色柱的 所以这个拐点信号有效性低 第二个原因就是目前的护纸 现在还是处于五日均线的下方 五日均线的下方 然后它还是处于昨天那根阴线的半分位下方 所以今天这种下降线不构成拐点反弹 甚至说它连这样一个企吻可能都不太构成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认定今天是一个企吻信号 或者说接下来要发生拐点反弹信号 它必须满足几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今天必须成交量能够去放量超过20的均线线 必须放量超过20均线线 然后收盘价必须要占上五日均线六十均线 就是量跟价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我们才能够认定这是个企吻 这是个要往上还能够进一步反弹信号 否则的话 户指可能还会有再次的一个下跌 去跌破年线 去往下有一个再次的杀跌 去考验三千点 这是对于大盘的态度 这是对于大盘的态度 然后再看一下三分钟周期 三分钟周期的户指在11点收盘的时候 那根三分钟k线它是出现了震荡指标的绿变红 红色度大家绿色度 这是一个拐点反弹信号 类似于之前这个位置在超卖区域的绿变红 这样拐点信号 那么在之前出现这绿变红信号之后 我们看这波是走出了一天到两 就一天半时间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节奏 虽然反弹幅度不是很大 但是这一天半时间它是往上反弹的 我们知道一天是有八根 是有八根三分钟k线 那么接下来 那么接下来这八根三分钟k线 或者接下来这三四根的三分钟k线 我们预计会往上有一个反弹的节奏 反弹节奏 所以三分钟周期的户指有了一点反弹的一个节奏 但是我们不奢望它能够去往上反弹多少 但时间上至少在今天再往下创新低 这个概率很小了 那么今天去收一个下阳线 这个概率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如果说你在昨天 比如说听到我们说这支撑位了 去做了一个 比如说到支撑位附近 去做了一个小仓位的去试爬 这样的左侧 那么这个价位还是可以的 这个价位还是可以的 好 当然我们要承认 现在选股票其实难度很大 尤其做短线难度很大 如果你自认为悬货水平比较一般 那么而且距离端午节就只剩下一天半的时间 大家可以选择休息 大家可以选择就先不做了 因为市场现在的确比较差劲 然后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指数 今天是一个高开 然后低走 现在也是出现了下阳线 下阳线最低点的是回踩到了五日均线 那创业板指数我们在昨天说明视频我们讲的很清楚 就是创业板它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短期 趋势现在是有点转动 因为站上了这条皇上操板线 我们以周一最低点为底线 短期在无序波动回调是机会 那么今天其实回调到了五日均线 那么我们以周一最低点为底线 回调下来就是机会 创业板指数我们依然是秉承这个思路 只要不跌破周一最低点 我们依然是看 接下来再往上涨回去 然后再看一下科帐五零 科帐五零指数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昨天收屏的一个观点 来看一下 这是昨天收屏视频的上任指数的一个原图版 那我们讲到了它受属于六十字均线 受属于这条黄色的多空操板线 那么科帐五零的不确能性很大 短线我不关注 那么今天科帐五零高开低走 又是受属于这条黄色操板线 又是受属于这条六十字均线 依然不关注 科帐五零我到现在 我依然觉得短线的不确能性很大 不确能性很大 在它没有出现一次大幅的放量之前 这个板块短线不关注 好吧 然后再看一下中正两千 中正两千指数是代表的小盘股 目前是下跌了2.7%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上任五零上任指数科帐五零 中正五百 包括创业板这都是红盘 但是中正一千 尤其是中正两千 现在是绿盘 中正两千接的更多 因为它是代表小盘股 这个是跟最近的一些政策面 一些消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就是市场担忧情绪 导致了小盘股的杀跌 小盘股的杀跌 那么最近的四天是连续四天的一个下跌 在周一是跌了大概2% 周二跌了1% 周三跌了2% 然后今天目前是跌了将近3% 那么这个指数我们 人家说跌这么多了 能不能去抓超跌反弹呢 大家等一个信号 大家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去低息 就一定要去等一个右侧信号出来 就是我们说下跌趋势不眼底 现在处于所有军演下方 我们只有说它出现右侧信号了 我们再去做可能成功率才会提高 风险才会心里面会稍微踏实一点 风险才会没有那么大 好 那么等什么呢 等类似于这种位置 这种大跌之后 超卖区域出现绿变红 超卖区域出现绿变红 而且红色度 大家绿色度 再去抓反弹 其实并不晚 你看这里 这里红色度出现一根阳线之后 然后出现了拐点信号 然后回调 回调再上车 那么做第二波行情 其实会更好 你不要总是想到买在最低点 买在最低点 可能你在这里 在这里就被套了 但是等右侧信号 你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会更少 而且你的止损位会非常明确 所以猪中2000 小凡股 什么时候可以做超低反弹 当拐点信号出来 当日线周期的拐点信号出来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去聊到指数 然后再去聊板块层面上 我们聊两个 第一个板块 我们去聊一下 昨天涨了比较多的地面兵装 昨天是上涨了4.2% 今天是跌了3.2% 昨天放量上涨 今天直接就跌下来了 好 那么地面兵装今天跌下来 是不是机会呢 各位 那么其实我们在昨天说明 视频也讲到了 它现在趋势为多 昨天是打破了过去4个月的高点 我们视为是一个攻击信号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守住底线 守住这条黄色操板线 这条操板线位置不破 我们认为回调下来是机会 以及今天跌下来 我们认为是给出二次机会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有仓了 就不要去加了 那如果没有仓 其实这个板块 我认为可以去关注一下 底线明确 值得以小博大 因为昨天的确量能放大 释放前4个月的高点 这是一个攻击信号 趋势也是为多 第二板块的话去聊一下 就是半导体 半导体板块今天是高开 然后现在的话是高开高走上涨了 半导体板的1.4 这个板块自从它站上这条黄色的60均线之后 我们就说这个板块趋势转多了 看涨 短线可以拿着 不破20均线拿着 中长线同样这个板块也是值得去拥有 而底线呢 底线就守住 这一根k线在5月30号 这是k线最低点 这个底线不破 这个板块可以去持续的去拿一拿 持续去拿一拿 好 最后一个板块 我们去聊一下 不对 是这张图 6月6号 聊一下酿酒 酿酒板块 在今天上午做直播 包括在很多粉丝在问我 酿酒今天又跌了 我被toss了 怎么办 那我跟他讲 就是观点还是之前那个观点 他只要不破这个底线 大概是4月中旬那个最低点 他只要不破这个底线 我们依然是看头肩的结构 依然是看这是一个上弓结构 这是一个深度洗牌 然后未来会再往上涨 所以底线不破继续看涨 但换句话讲 如果底线一旦破了呢 我们就认错离场 所以这个位置有仓的 不要去不要去加 不要去反复去加 没有仓位的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以小博大的去博弈 就错了 就小止损认错 对了 我们就享受 我们所判断对的 这样一个上涨的空间 就可以了 这些投资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阶段亏损 然后呢 做大概率的事情 然后坚定执行 这样才能长久去做到投资 好 这是在今天的6月6号 我们周四五年减评 听到这里的朋友来评论区打一个518 我是网络财经的来 每天给各位分享五屏视频 还有收听视频 聊板块 聊指数 聊机会 谈风险 再见 再见